各位朋友你們好 自從幾個禮拜前 我做了我有史以來 第一集有關人工智能的影片 就是教如何用一個Teachable Machine 去辨認Kodaiye手勢的影片之後 很多人開始留言 或者WhatsApp我去問我有關人工智能的問題 可能我之前也戴過頭盔 說我自己也學得很慢 因為人工智能確實在我們STEM的範疇 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題目 而且真的要玩得專門 確實要懂得很多很多編程 和數學的知識 但是也正如我上次說過 你不會學習一部電視機裡面的結構 才開始開著電視機來看電視 所以我認為就算我們不懂得寫高深的編程 不懂得教我們的電腦去做深度學習 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先從基本人工智能應用開始 即是先玩上次的手勢變色 圖像變色 聲音變色 或者人臉變色等等 最近有朋友介紹了我用DF Robot 所推出的Husky Lens 一個這樣的裝置 它上面已經安裝了鏡頭 而且它會懂得學習 變色人的樣子 顏色 線條圖像等等 剛好我們也在課堂製造慢向車 今天就嘗試跟大家先認識一下這個Husky Lens 然後我們再去想想 能不能夠將Husky Lens 和這個慢向車連接在一起 去探討一下人面變色 這方面的人工智能可以有什麼應用的價值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了 當我第一次拿到這塊Husky Lens 在手上 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 只是知道它叫做AI Vision Sensor 但其實只需要上網搜尋一下 就會見到很多有關它的介紹 例如說得很清楚 它有一個非常易用的Vision Sensor 有七個表現的功能 至於它的規格 以及用法的描述 都在網頁上說得非常清楚 至於開箱看看合女乾坤 我們發現當中有一塊主板 上面安裝了鏡頭 至於配置方面 有四條並排的牌線 還有一些螺絲 以及支架等等 一向有看開卡螺絲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一向所做的 所謂智能萬向車 其實都沒有什麼智能 都是前後左右 和行走下跌落 Ig 之類的功能 所以現在我們要將Husky Lens 裝上去 真的可以說用人工智能 去賦予它一個新的生命 既然Husky Lens 已經給了支架 兩顆螺絲就可以安裝 到車架 提醒一下 安裝的時候記得 鏡頭向外 Husky Lens 可以安裝到很多不同的MCU 但大家都知道 我們原來的萬向車 是用Arduino Uno 驅動的 所以我們就要上 折合下載Library 將這個Library 放入Arduino相關的Folder 安裝好Library之後 我們就拿回原來智能萬向車的 Arduino Program 來進行修改 只要正確安裝了Library 在Arduino Program 應該可以找到Husky Lens的例子 我們拿出Husky Lens Get Started 這個例子出來參考 在裡面會看到一些啟動Husky Lens的句子 還會看到幾段 有沒有安裝到Husky Lens 又或者Husky Lens 有沒有檢測到目標的一些反饋語句 待會我們都可以在Serial Monitor裡面看到這些反應 至於Husky Lens的四條線 紅黑線 就自然是駁電源的正極和負極 至於藍色和綠色線 就是負責資料的輸出和輸入 我們就分別接入Arduino的第九腳和第十腳 好,不如看看我們究竟 最後的Program會修改成怎樣 我們先要保留原來推動四個馬達的語句 然後我就簡單加上了一些 邊應人面的左右位置和前後位置的一些語句 而當然判斷到位置有改變 要作出一些控制 令到車前後左右運動去追蹤物件的位置 看不清楚不用擔心 我修改好了的Adreno Code 會放在下方給大家下載 現在我就想在Husky Lens認到我的樣子 究竟怎樣認我的樣子 簡單一點的做法就是拍一幅Selfie 當你按鍵叫Husky Lens 學習了這個人面之後 Husky Lens就會記得 我的樣子是Face ID 1 之後只要我的樣子出現在鏡頭的正中 Husky Lens就可以判斷我的樣子 在鏡頭前的位置 而只要Adreno接著USB 打開Serial Monitor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人面 究竟在前頭左右哪個位置的數值 由於現在我是用4個1.5W電池 所以我要領接外加電源 才可以夠力推動整輛車 打開電源之後 Husky Lens已經會開始工作去認人養 而在我的program裡面寫了 當判斷到人面太近的時候 車就會向後 相反人面太遠 車就會向前走 當然判斷到人面向左或右走的時候 慢向車也要有相應的舉動 好就好就是慢向車的設計 因為前後左右移動也可以 除了因為桌面太滑 所以令輪行得不順暢之外 基本上我覺得程序都捨得沒有大問題 似乎今次我的實驗一半成功一半成功 慢兩車一定要拖著電源 才可以功效到 但今次的實驗都增進了我對Husky Lens 的形式 當我知道它的功能除了有face recognition之外 還有object tracking object recognition line tracking color recognition 以及tech recognition 我對它的興趣就越來越濃厚了 希望之後我們可以用Husky Lens 再多些和大家探討一下人工智能 在圖像動作 以及人面辨識方面的功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PALOSIT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還有分享出去 再見